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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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学员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突然之间感觉到我离上帝很近 因为有各位跟我在一起 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牧师 跟我在同一个房间里面 所以特别幸会 其实我今天要讲的题目 我发现很久没有讲北京话 现在在用北京话来发音 真的很奇怪 好像是外太空来的一样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要问的时候 我要请大家 把眼睛闭起来 对不起因为牧师也可以 眼睛闭起来 我要问你 不要看别人 你听清楚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再讲一遍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你认为对的请你举手 请手放下来 把眼睛打开 那我在 我先不要讲那个答案 再另外一个问题 西尔敦饭店 西尔敦饭店 是住在西尔饭店人的 再讲一遍 西尔敦饭店 是住在西尔敦饭店的人的 这个答案对的请你举手 这个答案对的请你举手 都很聪明 可是刚才答案你为什么会举手呢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那如果我问你 台湾的所有权状 在你台湾人的手上吗 答案是没有耶 今天整个台湾的政治问题 就发生在这里 从国民党开始 到民进党开始 他为了要团结 所有的人 所以他用一个很漂亮的 政治上的口号告诉你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我们要加油 我们要团结 你想想想再想清楚 那你说我住在台湾 为什么台湾不是 我们台湾人的台湾呢 那台湾的所有权 到底在哪里 如果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话 各位 在清朝的时候啊 大清的帝国就不能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天皇 这样你应该 我这样讲你应该就听得懂了 因为日本天皇能够接受 大清帝国的皇帝 把台湾澎湖永远割让给他 他就表示说台湾这一块土地的所有权 并不是住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面的台湾人的 我这样你就清楚了 那讲一个更明白一点 跟各位设身土地有关联的话 今天你住的房子里面 如果跟你讲说 这个房子是你的 或者这个房子是某某人的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你一定要要求说 这个房子是谁的 请你先拿出所有权状给我看 你有所有权状了以后 你就可以证明说 真的 这个房子是他的 这个土地是他的 因为台湾有这个问题 所以大部分的台湾人都听不懂 甚至于大部分的台湾人 由于接受了教育以后 这个所谓的教育 有真的教育 有假的教育 有欺骗的教育 到底你现在所接受到的教育 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就要回顾一下台湾的历史 各位台湾的历史是什么 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来这里 参加沿袭影的大部分的人 都是我们的原住民同胞 有人就讲 原住民几千年前 甚至于几万年前 就已经生长在这块土地上面 所以这块土地 应该都是原住民的 这句话也没有错耶 就像印第安人讲 美国大陆啊 是我们印第安人的 也没有错 可是后来海权 就是海上的权力 跟轮船的发明以后啊 科技比较进步的 科技比较发达的 就想到说他们本身要 要扩大他们的领域 要扩大他们的范围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欧洲的荷兰啊 西班牙啊 英国啊 这些啊 开始来发展 扩大他们的领域啊 在全世界各地啊 去占领土地 然后占领了以后呢 他就会对那一块土地啊 把它认为是 他自己本身的colony 殖民地 他殖民地的意思是说 这一块土地上面的人民 跟他原先国家里面的人民 是不一样的 那这一块土地上面的人民 只有能够只配于 来生产或者替他占领者 的要求生产他要的东西 或者是他占领者啊 所希望这一块土地上面的人 来做些什么 一般来讲啊 被占领者这些人民呢 坦白讲 在文明的科技上面呢 都是比较落伍比较差 台湾也是一样的情况 美国人告诉我们 一直到2006年10月24号 我带领了228位的台湾人 去美国联邦法院地方法院 控告美国 而且受理了以后啊 几乎全部的台湾人就感到很震惊 你为什么林某某啊可以告 而且法院接受 我们这是办社会文明的进步 过去欧洲每一次发生争讨的时候 占领的人可以把这块土地变为他自己的领土 但是你他如果不愿意这一些人民变为他的人民的时候 他就把他当着殖民地 或者是说也把这一些人民啊受了教育以后啊 然后教育跟他原来的国家里面的人民的思维讲的话都一样的时候 就把他变为他自己的领土 所以慢慢慢慢啊全世界在演面 到1830年1840年以后 这个时候就是拿破仑以后 拿破仑以前全世界上坦白讲 就是并吞占领就是并吞 占领就是拥有对方的土地 后来欧洲这些强权啊 就开了一个国际会议 大家认为说如果这样下去啊 全世界上的征战啊永远不会停止 如果说占领就会变成对方的土地呢 那么坦白讲以今天美国的实力啊 几乎全世界都是他的 所幸在1830年1840年以后呢 大家建了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就是演变到后来的战争的规定里面 占领不移转主权 就是说我如果很讨厌你这个国家 我跟你宣战了 谁打败了 谁就把他占领 那占领以后 你不能改变他的主权 而且你占领者一定要辅导 被占领地区的人民 改变一个新的政府 这个新的政府 英文来讲叫做Civil Government Civil Government是什么呢 翻成汉文的话 那叫做民事治理当局 把原先有的政府推翻 然后帮忙建立被占领地区的老百姓 所成立的一个政府 叫做Civil Government 这个就是现在的战争法的规定 那么战争法 什么叫战争法 我们全球现在来讲 整个国际来讲 所谓的战争法就是 海牙第四公约 1904年定 日内瓦和平公约 红十字会的总会 有关战争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 美国陆军总署有关野战 野战就是Fear 就是控野战争的手册 有三千多条规定 第五个就是 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 这五种合起来就是 今天国际上所遵守的战争法 有了战争以后 那战争法是 在平常可以用的吗 当然不行 战争法什么时候可以用 就是发生战争以后 签了合同签了合约 treaty以后 一定要按照战争法的规定 所以也就是说 战争法如果规定 土地跟土地之间可不可以割让 可以割让 但是有条件 战争法里面的割让的时候 那一块土地一定必须为殖民地 才可以割让 这个在万国公法里面 如果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什么叫神圣不可分割 原来这个国家 原先就有了 不是后来去侵占 去把它併吞的土地 那在万国公法里面所规定的 所谓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这个时候就不能割让 所以今天我们要发现在这一方面的问题 我们要看很多的例子 什么样的例子 殖民地可以割让 什么样的例子 又是神圣不可分割的例子 来 我们来看1898年 1898年的时候 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 他说古巴在他们旁边 在美国旁边 古巴这个国家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然后授权给美国的总统 去攻打西班牙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古巴 是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很快的那个时候 因为美国很强盛 在1898年的时候 就在各处跟西班牙战争 不到半年西班牙就放弃了 就投降了 投降以后 美国要求说 你要割让 割地方给我 他割了谁 割了波多利哥 割了古巴 割了菲律宾 还有割了一个关岛 那么这个四个本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因为殖民地 因为战争 所以可以割让 如果说西班牙把它 在欧洲这个西班牙的土地把它割给美国 可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 这个叫神圣不可分割 因为殖民地可以分割 那么谈到西班牙 割让了四个地方给美国 在1899年签了一个巴黎合同 古巴在1902年 美国就让他独立建国 因为时间很短 所以古巴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自己建立自己的国家 所以很快 因为人民很穷 很快就被共产主义的卡司徒 被他拿走 如果当时美国不要那么快 让古巴独立的话 今天古巴有可能变得很强盛 而且甚至有可能跟美国 变得一个有关系非常良好 在这里面 这四个地方 也一直在想 人民也一直在想说 诶 我们可不可以变成美国的51周 你看 波州离各 公投三次都没有过 如果古巴那时候不要独立 他把他说 我希望变成美国的51周 可不可以 当然 有问题 因为美国曾经在50周以后 他的宪法里面曾经规定过 他不要再增加新的周了 因为过去美国本来只有13周嘛 因为过去美国本来只有13周嘛 包括路易斯的那周 从法国手上埋 还有后来西班牙跟墨西哥战争 把这个 这个California 搁过去 所以美国后来一直在 无限制在发展 后来他们自己自治 他说我们不能够 再扩充 这么多的州了 因为后来的战争法也规定 占领不可以移转主权 而且只有能够协助 被你占领的地方的老百姓 成立一个民政府 然后让他能够独立 能够自己建国 所以美国一直在按照这个法律在走 所以我们研究了很多的法律 以后呢 我们就发现说 诶 台湾有一个新的路要走 而且应该要走 我再来讲我们整个的论述的发现 这个是在2004年 有一天呢 我去李登辉总统家里 他跟我怎么讲 他说 诶 林先生 你是念国际法 战争法 你为什么不要把 你所念的战争法把它放到台湾的地位 看一看 我那个时候坦白讲我也不懂 也许我的脑袋跟各位以前都一样 也许更笨 我说不会啊 人家那个时候黄昭堂先生啊 陈隆志先生啊 写的那个书那么一本一本那么厚啊 有什么好研究 已经都写好了 要有什么去研究 我说不对哦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何睿元 何睿元那时候呢 曾经把台湾的地位 研究了以后啊 写了一个报告给李登辉 因为我当时我在日本念的书啊 是有关战争的部分 是战争法部分 那坦白讲啊 我必须要坦白哦 我会训练战争法的原因在哪里 比较容易得到博士 因为战争法的博士啊 比较少 而且呢 那个时候资料不多 当然很容易啊 跑几趟厨书馆写一写 没有人敢说我不对 我就很快就得到 论文博士 我做 因为你念法律里面 念这个战争法 虽然得到博士 你没头脑呢 全世界没有在战争啊 特别台湾不可能啊 这么小怎么战争 我没有想到我念的战争法 回来以后我今天这么忙耶 做梦都没有想到 我没有骗各位 本来是想贪便宜 结果走错了 那我马上就跟何先生见面 何先生就把他的 他写的东西给我看 哇我的天啊 我不看还好 我一看了不得了耶 台湾的地位啊 原来是这样 是怎么样 美国军事政府还在占领台湾呢 哦 他这句话一讲 然后我在看整个的背景啊 恍然大悟 原来到今天 美国在台湾的后面 这么多的动作 都是有原因的啊 美国怎么可能去侵略你台湾 如果今天他跟台湾没有关系 他哪里有办法说每一次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总统要就职之前 一定要获得美国的同意 他才能够宣誓当总统 啊 恍然大悟 但是台湾的问题啊很多啊 如果要讲几天几夜啊 不太可能就全部讲完 但是我要挑选重要的告诉你 台湾为什么还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 这个要谈到台湾的战争的历史 我再问各位一件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台湾也没有参加战争 有的你请你举手 台湾也没有参加战争 没有的请你举手 原住民其实不应该讲没有 原住民二次世界大战 三万九千一百名 他不是为原住民去打的呢 他是为谁 为日本 为什么为日本 我们接受的教育跟你讲说 日本怯战台湾呢 有没有这样讲 怯战是什么意思 偷啊 你不能用台湾偷的 放在哪里啊 不对 1895年 4月17号 大清帝国跟日本大皇帝的这个帝国 日本帝国的大皇帝 签了一个合同叫做马关条约 在日本是称为下关条约 对 你可以看那个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啊 你可以可以看那个马关条约 刚开始就讲什么 大清大皇帝 与日本帝国大皇帝 签署以下的条款 第二条说 听清楚哦 这个很重要哦 这个我 你看哦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定立合约 第二条 今天如果说我跟 我如果今天我跟我们 潘志宏先生啊 签了一个合同 说我这个房子卖给潘志宏先生 请问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变成谁的 潘先生的对不对 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对不对 好 潘先生如果把这个房子交给他的二儿子 当总经理去管这个房子 去经营生意 结果很不幸他这个二儿子 这个生意做得不好 人家把他这个儿子所做的生意啊 把他生意做得不好嘛 对不对 想要来封他的房子 可以封吗 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 为什么 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是谁的 爸爸的吧 对不对 好 所以台湾这块土地是谁的 日本天皇的 日本是二元制的国家 什么叫二元制的国家 就是天皇 他有四大块的土地 有北海道 有本州 有九州 有四国 因为战争的关系 又把台湾变成他的土地 日本的黄土 所以这个四大土地加上台湾的时候 日本天皇 他不会去管这四大块土地 他要管那四大块土地 他交给谁 他交给他的首相 他的总理大臣 那总理大臣怎么产生 日本选举 选了以后 这个首相 必须到皇宫里面去向天皇说 报告天皇 大家选我当首相 当你的总理大臣 我可以管这四块土地 然后天皇看看长得漂不漂亮 漂亮他说可以 但是不漂亮他说不可以 可是从来还没有讲过不可以 他同意 那所以日本天皇的土地交给总理来管 那么台湾也是他的一块土地 可是这时候的台湾按照马关条约里面所讲 这个马关条约里面有很多的台湾人 这个时候的台湾人 包括本地的台湾人 还有包括原住民 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 大清帝国对于台湾这块土地啊 坦白讲他没有所有权 他只有一个拓植权 这个拓植的意思是怎么样 你看一看这个台湾的土地啊 右边好像好像一只蝉 蝉啊 吃掉一样 右边空的也没有 大清只有那个蝉 就这个部分而已 右边怎么跑掉呢 沉到太平洋对不对 所以所有的原住民就是太平洋浮上来的 当然不对啊 因为大清帝国当时对这块土地啊 是有六块拓植地啊 大清是有那个拓植地 因为那个时候是台湾是谁的 谁都不是啊 因为谁都不是 所以他就移民过去去拓植这个六块土地 在西元1624年的时候 荷兰人啊 跑到台湾 当时跑到台湾 我们的课本写说得到 明朝清朝的同意啊 其实不对啊 是得到谁同意 是日本耶 为什么 我们有一个证明 台南 台南有一块就是 台南的那个安平五宝那个地方啊 现在有一些土啊 在那个时候1624年那个时候啊 日本人的村落啊 比中国人的村落多 而且所以表示说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啊 远远比中国人还要多 所以荷兰人要到这里登陆的时候 要问谁 日本啊 所以不是中国说荷兰去啊 不是啊 它也是拓植地 问题是发生在右边这个地方啊 是原住民的土地啦 所以当1895年 5月7号 马关条约生效 6月2号交割以后 原住民说 欸啊 你是小的啊 啊 这是我的土地啊 啊 什么把人将我的土地挂给人 交给 交给 日本 你根本没有资格割嘛 所以你看那个莫 莫娜努道 他就抱怨啊 可是因为日本 冰墙马壮 他进来以后 整个原住民的生活形态都改变了 所以那个时候原住民 在1895年开始 每天反抗 一刻都不停止 他只要到原住民的区 他就杀他 有一本书啊 日本人出版的 警察 被派到原住民的地方 去战卫兵呢 他那个书怎么描写 一共晚上起来上厕所 感觉到脖子凉的 你随时会被砍掉啊 这个描写很真实欸 所以那个时候 原住民认为 外来者竟然侵略到 我们原住民的土地 可是呢 日本人坦白讲 他很规矩 1895年 日本进到台湾 1905年 经过10年 日本人发现说 糟糕啦 我被清朝骗了 叫中国骗掉了 那人别人的土地 竟然叫我一万 所以他就召开一个国际会议 在1905年 这个国际会议的时候啊 他就请了一个美国 在那个时候在厦门的领事 叫做李先德 为什么请他 因为美国有跟印第安人啊 对抗的那种经验 开这个国际会议的时候 他怎么讲 他说到底原住民啊 是不是一个国家 是不是我日本人不能够拥有这个 右边这个原住民这块土地 开货的结果啊 不幸 人家按照国际法来 他说原住民啊 只有部落的形态 就是这个部落 这个部落 有十几个部落 而且这些部落跟部落之间啊 互相征战 所以原住民这个不是国家 跟印第安人的地位一样 可以征讨 所以日本人在1905年开始 派军队跟警察 从北部啊 打到最南端了 各位 花了十年耶 到1915年啊 才把所有原住民啊 把它征服 国际法里面不讲打赢打输 而是用征服 勘愧这两个字 征服的原住民 原住民啊 在武力的威胁之下 只好说OK 我打输你嘛 我就让你统治 啊然后呢 就 从1915年 1922年的时候 在华盛顿啊 有一个财军协定 全世界有九个国家 这个时候呢 这个九个国家 在开会的时候啊 签了一个合同 就是国际财军协定 财军协定的第十九条 条约啊 就规定说啊 台湾 这九个世界最强的国家 台湾是日本的领土 所以在1922年啊 2月6号 在华盛顿裁军协定 这些国家就承认说 OK 你已经完全征服了 这个土地是你日本的 话再讲回来 1941年 12月7号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他去齐袭 我为什么不用偷袭 我也用齐袭 珍珠港 各位 因为这个里面呢 当日本正式向 美国宣战的时候啊 因为电报的关系 还有因为时差的关系啊 日本的大使很老啦 他走路比较慢啊 走走走 把那个宣战的那个 那个报告书啊 送到白宫交给国防部的 交给国务院的时候啊 慢了半个小时 珍珠港已经开始轰炸 慢个小时以后 才拿到说我跟你宣战 因为全世界上都一样 你要宣战一定要 OK我跟你宣战 才可以开始打呢 那不就是什么 就是侵略呢 所以我说 我没有用偷袭珍珠港 是用齐袭 因为这个时间差 到底是怎么计算 这个另外去讲 十二月七号 轰炸了珍珠港以后啊 十二月八号 杜这个 这个这个那个 罗师傅啊 在国会里面啊 宣这个 向所有的议员啊 讲昨天发生的那个 珍珠港的事情 讲了以后 国会的议员通过 向日本宣战 我讲这个话 有法律的因素在那里哦 总统没有权力宣战哦 一定要国会才能够宣战哦 所以国会能够宣战 也是一样 让国会才能够把战争停掉呢 总统可以讲停战 然后要通过 或把停战的声明 要让国会通过来追认呢 所以十二月八号 美国国会向日本宣战 正式开始战争 十二月九号 那个时候蒋介石 我们的你们大家来 我们一家念的书啊 讲说蒋介石十二月九号啊 跟在美国的屁股后面 对日宣战 诶 我们所念的书 好像1937年耶 1937年 九月八号耶 有没有 你的帖都跟你说九月八号 到日本开始建政耶 所以日本说对不起 我没有侵略你 我只是进出中国而已 没有错啊 双方都没有宣战啊 正式宣战 是在1941年的十二月九号耶 七号珍珠港八号宣战 它是九号啊 但是 中华民国的历史 我上一次在台中 中兴新村的那个中华民国馆里面啊 诶 看到一个很好笑的东西耶 那个是原件耶 有一个对日宣战的一个书耶 上面哦 盖征耶 我一看 刚开始上面所写的 你知道谁宣战吗 林生耶 林生是谁 那个时候中华民国的主席啊 蒋介石是什么 他的职位是什么 行政院长 上面很清楚啊 行政院长蒋介石 他的后面 他的前面还有什么立法院什么东西 他排名还在后面耶 行政院长可以宣战吗 不对耶 咱们片耶 不是蒋介石宣战耶 是林生宣战耶 中华民国的林生宣战耶 跟路边都变成他的功劳了 里面通常不算 对我讲的才算 所以不是蒋介石宣战 而且蒋介石还告诉你一件事 也告诉我啦 我取消不平等条约 宣战以后 立刻宣布 把不平等条约 全部的当做说 你那不好 各位 不平等条约可以 不管你条约平不平等啊 treaty 国际上的treaty 可不可以随便的宣布说 取消 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过全世界上 有哪一个条约啊 说被取消的 没有 只有蒋介石 头里面讲说 什么中国不平等条约取消 小时候我觉得他很伟大耶 好伟大喔 把不平等条约都取消 路边我希望不对耶 那不平等条约取消 你跟你太太的结婚证书 也可以取消耶 万一啦 你跟你的太太结婚啦 有一个结婚证书啦 啊你要取消 可以取消吗 可以吗 绝对不可以 那你要取消 要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法律程序 所以不平等条约啊 是不能取消的 在国际上维也纳公约有规定 只有说还没有被执行的 如果双方同意可以取消 或者在条约里面有取消条款的 你才可以把它取消 否则啊 那个条约是永远有效 所以依照这样子看起来 马关条约 今天还有没有效 有效 台湾是谁的 日本天皇 OK 12月8号 美国对日本宣战 12月9号 蒋介石 他们课本这样写啦 我们所念的是 蒋介石宣战 日本什么时候投降 1945年8月15 对不对 1941到1945 这样经过多久 那个月都不要算啦 4年嘛 不到啦 3年多啦 他跟你教说 抗战几年 8年啊 不说不太 哪里有抗战8年 哪里有抗战8年 好 OK 抗战8年 抗战8年以后 又告诉我们 台湾光复 以台湾的立场来讲 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 这为什么我们原住民 有一个高沙裔军 甚至后来1945年4月1号 日本天皇帮复招书 让台湾人民有参政权 还有参战权 以后变成日本军队 正式的住的日本军队喔 去参战 才会死掉39100名耶 这16这个时候 我还在告诉你一个国际法 万国公法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 规定在里面 当日本天皇 1945年4月1号 宣布 台湾跟朝鲜这两块地方的人民 我给他参政权 还有一个参战权 各位参战权 在国际法里面 有参战权就有扯到效忠的问题 效忠问题 各位不是说你要随便 我今天我随随便便说我要替美国打仗 可以吗 No 不可以 为什么 有一个效忠问题 我如果不是美国人 我不能够效忠美国 所以我没有参战权 没有打仗的权利 后来的台湾人有参战权 是因为日本天皇 4月1号公布一个招书 这个公布招书 就是在对应1895年4月7号 马关条约里面 那最后第二条讲说 台湾人民在马关条约以后 不能马上变成日本的国民 只有能够变成日本台湾居民 只有一些 people on 台湾 不是people of 台湾 所以呢 问题再来了 台湾的问题 在这个地方啊 开始产生变化 你会问我说 为什么4月1号 你8月15号就要投降啊 你因为等到4月1号才宣布 这里面跟日本政府的规定 有很重要的关联 日本政府 日本这个地方 所有的事务 都是4月1号开始 例如会计年度4月1号开始 学生考试4月1号 所有的东西都是4月1号 不是愚人节 也习惯 所以4月1号 什么东西开始 所以在1944年的时候 日本政府已经准备好了 要把台湾人民变成日本人 土地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联合 在19 从1937年开始准备 1937年首先有一个黄民化 黄民化呢 就让台湾人 自动啊 不是强迫 自动可以改日本的名字 日本人的姓名 像我 我的父亲改名 叫做takebayashi 武林啦 武士的武啦 林 takebayashi 我的父亲改为takebayashi 那个时候的台湾人 如果你会讲日本话 因为你会讲日本话 变成日本人 还有行啦 你不要说日本话 你一本人很奇怪 像你不要说演技 你是美国人 很奇怪嘛 对不对 安主他会讲英文啊 所以你是美国人 没有错啊 因为他爸爸何瑞远 当然是美国人 你说如果他原来的话 都不会讲 你说啊这个 所以日本他有计划 他用教育先让台湾人 学好日文 所以到1945年8月15号 日本投降的那一个十点点 大部分的台湾人啊 几乎都有受教育 而且会讲一点的日本话 因为4月1号 日本天皇的招书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实行 所以在万国公法里面 台湾这块土地 已经变成日本神圣 不可分割的领土 为什么是这样 这个后来在杜勒斯 写究竟和平条约的时候 有把它考虑到里面 因为我把它比较 1947年的2月2号 有一个意大利条约 意大利你知道 他参加二次世界条约 他还打败了嘛 意大利打败以后 那个条约怎么签 23条 他讲 意大利 Renounce 就是放弃 All A-L-L Right entitle to 索马利亚 欸 台湾呢 这是23条你看嘛 意大利 Renunces All right entitle to 意大利 Territory 后面就是索马利亚 利比亚 最后一个字 索马利亚 各位 旧金安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怎么写 旧金安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等一下你看这里 Japan Renunces 日本政府放弃全部的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注意哦 这个条约跟旧金安和平条约的第二条不一样哦 旧金安和平条约 多了一个什么claim 主张啊 可是意大利的巴黎条约里面 对意大利的这个合约啊 上面所写的 少的什么东西 claim 为什么 因为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 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 哦 很清楚啊 你看 这个要齁 所以我说研究台湾的地位 要研究很多东西呢 你这样一看就很清楚了 所以台湾这一块土地 你说那个Japan Renounce 那个Japan 到底是日本政府或者是 日本天皇 你看第二条Japan 这是第二条B啊 日本放弃 日本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各位 这里面还有一个tricky 还有一个秘诀在那里哦 A L L 是负数对不对 负数的后面要怎么样 加S对不对 可是你看 right后面有没有加S 没有 title有没有加S 没有 到底日本是放弃什么 日本政府到底放弃什么 各位 这就是台湾人 设施都没准人 这就是这 这个Japan 就是日本的government 日本政府啦 你说等一下等一下 林先生你讲 你自己自己讲的那个日本 日本啊政府啊 人家说是日本天皇啊 所有款是日本天皇你讲的啊 在条约里面也是讲日本天皇啊 我说给你听 1945年的9月2号 要签这个投降书的时候 日本派了当时的外交官 外交那个外交部长啊 外交部长啊来签合同 那个外交部长要签合同之前 身份要先认定 他的身份是什么 他代表什么 他代表 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 外交官签那个东西是有两个身份的 就是日本天皇归日本天皇 日本政府归日本政府 所以啊 我们现在后来我们恍然大悟 原来 原来 只要叫日本政府放弃 right of sovereignty 台湾的主权权利 那个没有加S的意思在这里 那没有加S有主权权利 所以杜勒斯在9月8号 1951年9月8号 要签字之前的三天啊 后演讲一篇啊 好长的一篇啊 只要看那边他的演讲 看到眼睛看汤啊 有够长啊 他说一句话 他说 日本的琉球 日本政府还有剩余主权 各位 如果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个 词典啊 琉球 跟台湾的地位是不是一样 完全一样 所以如果琉球 日本政府有剩余主权的话 台湾这块土地 也有剩余主权啊 你看喔 很好玩耶 这战争法喔 还要用脑筋去想耶 一个角度 角度角度 角度 才能把一整串啊 法理论述啊 才能够把它完成 好 现在问题来了 台湾后 日本政府对台湾还有剩余主权 但是所有权是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以美国政府怎么讲 我们告他的时候 在那个之前他就已经讲了 我们美国政府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 他公开这样讲喔 那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啊 你占领不是就是拥有主权吗 原来 主权跟管辖权是不一样啊 为什么说美国讲说他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 原来台湾的主权在谁哪里 日本天皇啊 不是日本喔 讲日本是不对喔 是日本天皇手上 啊所以呢 我们整个论述五六年来 从刚开始的时候被人家骂说我们是美俗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讲说我们是美俗 但是今天我们自己要讲 台湾的真正地位是什么 日俗美战 像日本天皇来自美国占名 日美国占名 我为什么这样讲 有没有证明 有 去年9月8号 我们去美国办了一个酒会 其实那个酒会是美国要求去办的 7月4号 美国政府 因为我们在2006年10月24号告了美国 一直官司打打打打打到美国的最高法院 每个高等法院的判决啊 四点 第一 台湾人没有国籍 你有没有想过说你没有国籍 第二 台湾没有国籍承认的政府 第三 台湾人民生活在政治炼狱 第四 美国行政单位应该主动来协助原告 就是我们 协助原告 让原告得到合理的待遇 特别是人权方面 所以美国政府 我们告了以后 有很多单位开始跟我们联络 包括国务院啦 CIA啦 国家安全单位啦 国防部啦 我们办酒会的时候 五个单位加上司法二 都有去参加酒会 各位 这是国民党的政府 中国国民党的政府 还有中华民国民进党的政府 在执政的时候啊 所没有的待遇 因此呢 我们 在11月去年的11月6号的时候啊 我们在美国国务院的安排跟 派员参加的程度之下呢 我们成立了台湾民政府内阁 接着马上成立台湾民政府的参议院 然后马上变成六个州 后来演变为六个州的州内阁 跟州参议院 现在在进行的是City跟County的人群安排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美国要求我们 你们要训练四千名干部 各位训练四千名有点难耶 为什么每次都要上三天耶 上一天可不可以 我也曾经抱怨过啊 你不要看说三天耶 所以一天都很很 很多人就讲 有学员会讲说 为什么要训练三天 我一天不可以吗 对不起一天不可以 就是三天 课程美国要看 时间美国要监督 美国有关单位 我们今天是二十届啦 在座要记住你是二十届 有两次都有派人来参加 他一样缴费喔 派人 当然我认识啦 CIA派人来参加缴费 然后坐在后面 坐在后面干嘛 他给你记录啊 今天没有啦 因为在座今天我大概都认识啦 很好玩耶 美国怎么会这么重视 我们不能偷吃饭耶 不然我也希望偷吃饭 各位我们课程就结束这样啊 不行耶 多一分少一分就给你记录耶 所以我今天要上课你更艰苦耶 两点钱再多给我偷 因此呢 而且你们结讯以后啊 美国政府要求什么 送你一面美国的国旗 有的人说喔 头一天就花了就好了嘛 他麻烦 不行耶 我一定要明明 要后天啊 后天的早上 才很郑重的 把美国国旗交给你 蔡英文去美国的时候 美国政府送他什么 美国国旗 我们比他早耶 我们已经送了一千两百面的那个国旗 这个国旗的故事等一下讲很好玩耶 最近有一些事情喔 跟原住民有关呢 原住民有一些土地喔 跟那个中华民国当局喔 坦生纠纷了 啊我写报告啊 啊报告以后他讲 那个土地上面就插两个旗子在上面 一个就是美国国旗 一个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点 跟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旗 你把它插上去看看会怎么样 欸 奇迹发生了耶 感谢主耶 中华民国撤销所有的查封 本来要把它征收的全部都停掉 现在成功有六个案子呢 但是我已经跟我们的司法大臣说 欸不要再玩了啦 为什么不要再玩 因为我们12月的20号要去日本啦 这个比较重要啦 不要再玩啦 要玩回来再来玩 我想想真的耶 六个地方全部成功耶 本来中华民国很厉害耶 一些原住民的土地喔 不要租它啊 这是国有土地啊 我为什么要租给你 中华民国说 我为什么要租给你原住民 那是我的土地啊 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耶 问题是在说 原住民什么时候住在这里的 1945年之前耶 所以那个旗子煞上去的意思是代表什么 美军来占领耶 所以 你如果中华民国一定要把我的土地拿走 我去跟 把美国倒 他就解释了 所以过去 你如果说你 你就听得懂 过去我们一天到晚 在中华民国体制下 去中华民国抗议 有没有用 绝对没有 你抗议错人啦 走错房间啦 我常常在讲啊 民进党 还有台独的都走错房间啦 怕不到房间啦 怕不到房间啦 怕不到房间啊 出来就好了嘛 我出来 怕一个法理建国就到了嘛 很笨耶 你说台湾人笨不笨 很狠的我会外面 你说一半喔 1941年12月9号 蒋介石跟在屁股后面宣战 对日本宣战 其实不是他啦 是林森啦 1945年4月1号 日本 当然啦 日本也有那种可能啦 就是说 他明知道我要输了 我干脆 用这个土地 变成神圣不可分割 这样你中国要拿就不可能 是怎样怎样不可能 有两件事情 你听清楚 这个月的16号 今天20号嘛 16号王毅去访问日本啦 跟日本政府讲了一件事啦 他说请你日本政府啊 不要支持台湾独立啦 其实日本政府没有资格来讲 台湾独立不独立啦 他会去跟他讲 乞丐呢王毅为什么不要去菲律宾讲 你菲律宾不要支持台湾独立 为什么王毅不要跑到那个 那个文莱去跟文莱的那个国 那国王讲说 你不要支持台湾独立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日本跟台湾有关系嘛 还有一个很劲爆的习近平 去年 特别要求要跟日本天皇见面 日本政府说 喂拜托 我们天皇没有空耶 你要跟他见面要四分安排耶 多少时间要一年以上耶 好 你没有办法见面吗 习近平 习近平是谁知不知道 习近平就是下一届的 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啦 要集胡锦涛那个位置的啦 所以习近平就透过美国 美国政府就给日本政府施压 他看到了日本天皇 你知道他跟日本天皇怎么讲 他说我们现在中国很有钱耶 你天皇 可不可以把这个台湾卖给我 中国人都很清楚台湾的地位是什么 是日本天皇的 你知道日本天皇回答他怎么样 我日本皇朝啊从来没有卖东西 意思是什么 没有卖的 其实在尼克森 去访问中国的时候 那个周恩来就曾经跟美国讲过 讲的六条提供有一个对五条 就是要防止日本势力再度进到台湾啦 你知道吗 是怎样 中国一谈到台湾 他就一定要跟日本讲话 要跟美国讲话 只有台湾人不懂 我现在上过课以后你就懂了啦 因为台湾这块图就是日蜀美战嘛 熟日本的 这米国在这里而已嘛 所以他如果要套 要套上 套日本嘛 套上 套美国嘛 我说套你们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原住民也有这句话嘛 解开嘛 那现在问来来 啊我们台湾要怎样 他要套 我们中国还没有套啊 我们要把他放得更厉害 所以 12月20号我们去日本 去日本是怎样 放得更厉害 我来建国圣派给你拜 我来日本天皇给你走你 都做四步而已 台湾 台湾要自己管自己 四条路啦 第一 先找出来美国 要让美国来声音说 军事占领台湾 你为什么还不回来 你军事占领台湾你的条文在哪里 旧金安和平条约23条 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有主要就有什么 次要嘛 你这个主要是美国的话 所以美国就是委托中华民国进来嘛 怎么证明说美国委托中华民国 一般命令第二号 麦克阿瑟当时是杜仁签的 麦克阿瑟所签的一般命令第二号的命令里面 是委托蒋介石到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 其实投降这两个字啊 在国际法上面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投降以后 问题来了 当时麦克阿瑟跟蒋介石有没有密约 我现在还没有找到 但是有一天一定会找到 为什么会找到 蒋介石当时在台湾的时候 每一次麦克阿瑟去飞机场迎接他的时候 你注意吗 那时候蒋介石都穿什么 军服 每一次喔 为什么穿军服 代表他军事占领台湾 所以你是总统 他是总统啊 他总统他为什么穿军服 还捏五粒帖呢 我明天也捏五粒帖看看 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嘛 所以从那个时候一直在骗我们 他是在1949年3月 宣布复刑事事 什么叫复刑事事啊 我当一个公司的总董事长 我辞职 经过两三年我去收到 我跟公司说我复刑事事 可以吗 工人不可以 连一个公司都不可以 为什么一个国家可以呢 靠的是什么 武力啦 他有很好玩的事情喔 日本天王你既然拥有台湾啦 那我怎么证明说日本你拥有台湾 马关条约跟旧今天和平条约 我就能够证明 日本是天皇确实是拥有台湾 而且美国有偷偷的告诉我们 他已经偷偷的告诉我们了 他嘴巴没有讲喔 因为在9月8号去年9月8号 我们去美国参加那个酒会的时候 酒会的当天啊 诶 美国的国家安全单位啊 就送给 因为我不拿那个中华民国护照 所以我没有去 因为我如果去就破功了 所以我没有去 没有去呢 当时就大家都有去 我们的蔡总理有去 我们的副主席有去 我们那个时候主席是陈仲某有去 国家安全单位 公开拿两张图片啊 交给陈仲某 你拿回去交给你们秘书长 他就知道了 要拿两张图你知道吗 在那里 你们看看你们的左边啊上面 一张是欧巴马 另外一张是日本的欧二重桥啦 那个黄居啦 日本天皇住的地方 然后什么话都不讲喔 太迷一语了 还好我也很聪明 因为我们去 在那个9月8号去的时候啊 我们那时候整个的论事发展到什么 美国 台湾仍然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之下 还没有发展到日子美在 可是那奖征图一拿到以后 他再把就今天和平贴马关贴贴 再送给我 奇怪这个我都懂 你为什么送这个东西给我 我认真看 哈哈 天皇对天皇 政府放弃 按照法律上来讲 天皇的土地政府放弃 所以天皇还是有所有权 我这样说你们都懂嘛 这样懂了没有 一下子懂了 问题是中间很复杂 还很沉 不是你说这样就是什么呢 你听一句你就变成 变成专家吗 当然有可能啦 那对那些很主席 那些腿里面的 所谓的国际话那些 你们都专家 你如果听我这样讲一讲 我你们天都能脑皮 我不是吹牛呢 现在我们的学员去外面 在Facebook 他都会点到咪咪咪咪咪 他们问说 马关贴那个土地是谁割的 清朝 No 不对 奇怪 我再选择看看 他们问看不见 Empera 奉帝 奉帝对奉帝 那基本是二元 所以你看我们网路上面 我们有很多文章 第一 所以日本 后来美国的国防部的智库 跟国务院的智库来台湾AIT 都要跟我见面 为什么 他说所有的论述 你们在台湾所有的论述 只有一个论述是活的 我们的论述 民政府的论述是活的 我们这个活的 我们的论述不是死的 你是台湾独立 那已经死了 台湾已经死了 台湾主管独立国家 那个论述已经死了 我们的论述到今天还是活的 还在发展 所以为什么我可以两天三天 我有一篇新的文章 你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整一整 你看看我的文章 你会跟得上 我可以告诉各位 南海的问题 是希拉蕾 叫他们来拜托我写的 刚刚我 昨天前天我写了一个 南海曙光 南海曙光为什么 南海境连跟日本有关的 为什么跟日本有关系 你们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日本你跨过头了吧 南海是谁的你知道吗 台湾的 怎么是台湾的 当台湾还在日本总督的时候 已经有经过正式的法令 法令啊 台湾总督府的官报 207题 里面啊 已经宣告了 南海 南海是包括西沙跟南沙 是归属于谁 高雄的 国际法上面清清楚楚 所以为什么 美国现在才靠近日本说 腿子面你要站起来了啦 那你说你的土地你不知道 日本才说 南海是我的啊 赶快去找越南找菲律宾 你们不要吵 老大哥在这里 因为二次世界大战 就今天和平条约的2F 让日本政府放弃 但是虽然日本政府放弃 还是日本天皇的呢 这日本很痛 人家说南海 他不要想台湾 到最近两三个礼拜之前 我们民政府派了一个人去日本 对着四五十个政界的人在讲话 每一个嘴巴张得这么大 蛤 台湾还是我们的 然后开始研究我们民政府的论述 现在我们的 我们的网站 叫台湾民政府的网站 你随时去看 满满的啦 每一次我们这种演讲 两三万人在上网在听 我们讲的这种东西 我们的民 我们所讲的战争法 都是还在进步之中 一直到有一天 台湾能够自治 听清楚喔 我讲自治喔 不是自觉喔 奇怪 为什么不是自觉 我们在外面啊 看到很多报纸说 台湾要自觉 台湾要公投 美国反对 美国为什么反对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啊 我们要公投竟然不可以 美国讲说 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现在都听懂了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不能公投 为什么不能加入联合国 各位 你们都没有长眼睛啦 不然都近视啦 我为什么讲你没有长眼睛 你又近视 你看看你的旁边是谁 是人吗 是人吗 马彦九说 我没有把你当做人 各位 台湾这一块土地啊 美国很夭壽啊 他用英文来骗我们 在旧金安和平条约 在上海公报 817公报 中美建交公报 上面讲的台湾人 用的英文是什么字 你知道吗 The people of Taiwan 可是台湾关系法里面 讲的台湾人用的字是什么 The people on Taiwan 我如果不说大家都不知道啊 什么叫people of Taiwan 天主你知道吗 什么叫people on Taiwan 什么叫people of Taiwan 各位 美国人他一听他听得懂啊 他会笑啊 台湾人听得没有呢 不是台湾人 两个都是台湾人啊 各位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我们啊 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啊 叫本土台湾人啊 叫本土台湾人啊 people on Taiwan 是什么 住在台湾这个土地的人啊 这个土地有什么人 有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 加上我们啊 这个people on Taiwan 所以 台湾关系法 对谁有利 中国人啊 在保护他们啊 这本刘珊珊的台湾 美国法院 很趣的 其实刘珊珊的事情啊 我们名字我在八月的时候就知道了 那个时候 我们就在这里有讲 但是我没有正确 没有讲说刘珊珊这个名字 我们知道会发生事 可是我们没有讲刘珊珊这个名字 这个刘珊珊的名字 中华民国交保啦 干嘛讲了半天 会交保吗 绝对不会 为什么 什么外交豁免权 美国都吐槽啊 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外交豁免权 中华民国也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刘珊珊名字取得都好 跟马英九的刘珊珊一样 台湾人看不见 刘珊珊出来的时候 在出庭的时候穿着什么 橘黄色的衣服好漂亮啊 那是球衣呢 脚疗手铐呢 刘珊珊对付这些外老是用什么 那是属于把人当做奴隶呢 今天中国国民党 跟中华民国民进党当 当我们是什么 是他的奴隶呢 你为什么在攻击民进党 我讲理由给你听 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上面写什么 我们的国民叫做中华民国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对不对 我们已经叫他们改 叫了几年 他为什么不改 所以你选中华民国跟选中国 都是中国啊 要像台湾人台系啊 你投票给他 就增加他的寿命啊 啊 我们先投给他 他当了总统以后 再来把他革命 再把他翻过来 放屁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这是国际法上面的规定啊 我从来没有讲过那么难听 头一次 但很生气啊 对了对了 应该帮我拍手 表示大家都讲啊 对不对 这样我的嘴巴轻 流亡政府 你蔡英文也没有讲 有啊 我告诉各位啊 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机密 让你知道啊 蔡英文这一次去美国啊 没有去国防部 报纸写去国防部是假的 那台湾人的中国国民党也相信说 他有去国防部 他去哪里 我告诉你 他去国会智库的办公厅啊 刚刚跟他见面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国会智库的办公厅主任 还有一个是国安局的人 还有蔡英文三个 干嘛 他把他一个条子交给他 请你回答这些问题 他自己讲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可是十一月 十一 十月十一号啊 十月八号 十一月八号呢 他怎么说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 是台湾政府 你开什么玩笑啊 美国好不容易跟我们讲台湾 台湾民政府啊 发的那个护照啊 叫我们把它改成台湾政府 我跟美国讲 你在讲哪一个啊 是蔡英文讲的那个政府还是我啊 他当然是讲你们啊 你们才是台湾政府啊 他是什么政府 他是流亡政府啊 不管你蔡英文当选 或者没有当选 中华民国永远是流亡政府 而且一定要离开台湾啊 这个你要拍手啊 你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这个天都谁都知道 那个国际法通通都很清楚啊 为什么要骗我们 我后来想的办法 原来有个理由 他在把我们当做奴隶的证明 我讲给你听 你过去有没有去投过票 有 投票有没有让你走路工 走路工啊 有没有 有没有 都没有对不对 你去投票给他 他还得到30块对不对 你不变蛋 你投票给他 他当选了 你还给他缴税金给他30块 全世界上没有人这样选举的啦 如果你今天我去投票 你给我走路工500块 还有点道理 你没有500块没有50块呢 30块现在占为50块呢 他如果400万票他就2亿呢 不怪民进党特地要选去 绝对他们要选举 选举可以赚钱啊 我为什么不选 而且我赚了2亿 我要买票 我就有2亿可以买啊 国民党不用买票啊 为什么 很简单啊 国民党的党产啊 他还拿那2亿 上一次765万票 马英九啊 一票30块2亿多啊 他还没有交出来 没有耶 所以民进党大家也要赚 我如果要去赚钱 我又要去赚钱啊 我有钱啊 现在跟你说什么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我为台湾打拼 打拼的屁 他在为中华民国打拼啦 他为了他的政治利益啦 台湾人不懂 你说这个65年的教育 从台湾人已经骗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自己想想看 所以 我们的学员 听听的去外面说 你不要去选举啦 去给他们牵着头呢 为什么 他们没有听过课啊 他没有很多时间坐在这里 还是去看车啊 你这是国民党的照片啊 本来喔 我在谈论这些的时候啊 会骂我说 啊 中国给你钱啊 我说中国没话说啦 中国给我钱 把台湾跟中国切开 有那么笨的中国吗 其实我跟你讲 中国人有没有杀害台湾人 没有耶 杀害台湾人是谁 是中国国民党耶 我们认真的仇敌是谁 是中国国民党耶 如果民进党也要变成中华民国 他也是我们的敌人耶 所以民进党 对228不理不睬 是有道理 民进党为了让中国的农民 比较好贵耶 他要消灭台湾的农民 选一个 萊子存两块 荆椒存一块 什么人要选 台湾人都狂人呢 你选什么要选什么 叫你修庚 你到我们桃园这个附近去看那些农业 我一眼望过去都修庚啦 你若说装地外 装农作物 可以行善很好 政府有保证的价格给你买 我看隔壁没有空地啦 台湾也买这件 土地放的方向 要让我们台湾人稀释的 让你的经济能力跟中国一样 有利他统一 但是 不可能统一啦 我跟你讲 为什么不可能 美国有一个社会说 喔 把 美国把台湾交给中国抵消债务 你开什么玩笑 美国已经讲过 我没有台湾的主权 台湾表示台湾不是谁的 不是美国的啊 你可以把别人都给其他人吗 绝对不会啦 他要让中国要先去问什么 日本天皇啦 啊现在我们要跟日本天皇走你啊 日本 我跟你说 我们到日本去向日本天皇敬礼 敬礼就好 他只要揮揮手 他不要讲话 因为日本的和平宪法 规定日本天皇不能开口 不能开口没有说你不能点头耶 所以我写了给日本天皇的书 这一次要去日本花一万份 你都没标识 你只要揮揮揮手就可以啦 他只要一揮揮手 美国你就死了 我就去找美国了啦 天皇已经支持民政府了 各位 用头脑啦 你们要完政治我们就完政治 我们没有武器嘛 我们也没有刀没有枪啊 也要想法我这么小 我打不过啊 我原住民起格很好 你看我们原住民好几位我都很 我很喜欢耶 切割都很好的 你看那个 那个赛德克巴来 跳那个战舞 所以我这一次要求我们原住民 一定要去日本去 而且要在那个建国神社要跳那个战舞 勇士舞啊 你们要在那跳 哪一个族啊 去跳那个舞啊 干嘛全世界有名啊 我告诉你我的安排绝对不会错 我当导演 跳到那里面 全日本都会去欧啦 然后呢你要学可以到台湾 找我们原住民 那原住民就发展观光了 所以呢原住民这一次一定要去参加 这机会非常难得 因为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按照国际法在进行 其实我告诉你 后面的迎舞者是谁 美国 我们本来12月24号 在这里要办一个大会 2万人 美国跟他说 哎呦娜娜你打个派 我为什么打个派 去日本啦 去日本干嘛 哎 啊你就可以掛那两个胸皮在办公室 啊你日本天都知道吗 咦不知道呢 你跟他说啊 后面有人在记得 啊所以我一想 啊对了好 结果我们这次去日本 有多少人要去你知道吗 150个人啊 日本的建国神社告诉我 负责人说 从来日本没有这么多人一次性 全部穿着西装 来这里拜 台湾的英灵啊 为什么我去拜那个英灵 我英灵我在写的时候 我还写呢 我说你三万九千一百万 很好文 是在这里 日本人你给你拜 毕 那当初在1949年 给中国 国民党 将台湾人叫你 去自愿去中国 去中国 去打国共内战 比228死了十几万 比那个白色的恐怖死了三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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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幸福呢 他们很幸福 在建国神社呢 安安静就很漂亮 每天有东西吃呢 原住民很可怜呢 本来原住民当时代表日本政府去打仗 赢了以后 如果当时确实日本赢了以后 今天中国所有各省的省长 都是原住民啊 可是现在又有机会了 去跳战舞就有了 不是讲真的 我不是开玩笑呢 不是在讲开玩笑的话呢 但是这一次要去跳战舞的人啊 我们要挑选啊 壮一点高一点 长得漂亮的 不是要叫你娶小老婆啦 但是一定要很壮很高很帅 因为你看那个中国国民党 在我们台湾那些演艺人员 都是见那个漂亮的 所有的电视台百分之七十的演艺人 都是中国人的 你们都没有发现 那如果台湾人哪漂亮的 或是原住民的漂亮的 他们都自己扁起来了 只有几个原住民出头 张晦妹 高筋宿命不是中国人 不是原住民 美国看过台湾人没有国籍 那所以你没有国籍人跟有国籍人结婚 他的后代是什么 是有国籍 所以高金树梅他的妈妈是原住民是没有国籍 可是他跟中国人结婚 结婚以后小孩子是什么 是中国人 这个他竟然代表原住民去那里去乱 这个民住民原住民不去要回来 你自己不要回来 那谁还有机会 所以你原住民如果这一次没有去的话 是头脑有问题 我们收三万五不是我们收 是旅行社 同样的一个时段 12月24号Christmas的左右 五天四月三万五没有那个价钱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敢贪污 因为民进 台湾民政府的人如果贪污会怎么样 枪毙 我们不敢 下地域你看牧师已经讲了 我以后我要加国家一句都下地域 就没有人敢了 所以只有三万五 让我知道现在以现在的经济景气 三万五是很足的 所以但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个十二个名额 可以容纳 因为我们本来就知道今天这一大部分都是牧师 所以我希望说这一次呢 牧师如果我们觉得长得比较好的 高的要去 而且穿着原住民的衣服跳 你想多荣幸 让日本人怎么样 让日本人怎么样 醒过来 日本人哦 二次世界那两个 走一都不敢起来 所以看到我们要去啊 日本的首相 东京都的市长 参议员 众议员 三十几个 他说我们愿意去机场 去欢迎他们 所以那一天的机场一定爆满 但是你要心里准备 日本的左派听说要出动五百名来对抗 所以日本的右派 他说我们也出动五百名 日本东京的市长说 我出动一千名警察保护你们 我们有五部游览车 浩浩荡荡 为什么要五部游览车 才一百多人 为什么要五部 因为你们每一部车里面 那些众议员参议员 都要给你们大家做朋友 所以我们帮你们印名片 你跟他换名片 交日本朋友 所以我们还做了一个旗子 叫做日台 日本跟台湾共荣 享受共同的荣耀 叫做日台共荣 所以对这一次我们就很期待 话再讲回来 1945年8月15号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有的人就在说 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了 随便人家怎么样 我没说 但你不移转主权 你这在随便怎么样 都不能移转人家主权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 也没有移转我们的主权 有啊 例如什么 当兵 没有错 我们公园 台湾园 客家话 都不能说 原住民现在 会讲原住民话 恐怕也不多 本来日本人在台湾的时候 所有的原住民几乎都会讲日本话 到现在有啦 我去台东的时候 我有发现很多的原住民 还会讲日本话 但是现在的日本话 跟以前又不太一样 所以 当然我也不是说以后 民政府的时候 你要讲日本话不对 民政府的时候 我想我们大家来共同来讨论 我们要把什么当作我们的语言 英语 我们跟全世界要沟通 因为全世界上 英语能够讲的国家 还有人 坦白讲 并不会比华语还要少 华语他改过了 你看他改成简体字 只有他们看得懂 那中国那么落伍 不管他多少人 因为现在的战争要不要忍 不需要 那一天我们那个第几届 第八届还是第九届 我们有原住民朋友 住在 因为我住在307 住在我对面 他跟我讲 我们组长问我 要我向你问问题 我说问什么问题 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讲 我当然可以讲 他说你们民政府会不会派我们去打仗 我跟他说会不会 现在打仗要忍吗 不要忍啊 拜托耶 现在打仗要用人哦 不用啦 现在最新型的无人驾驶的超音速战斗机都已经出来了 还要人 不用啦 那个飞弹中国有1000多克的飞弹 我们要不要去害怕 不用啦 为什么不用害怕 什么人处理 美国要处理 一边一国没有错 那边叫当局 我们这边叫什么 美国啊 过来这样聰明啊 结议哦 撒给美国啦 你自己搭 你要承担这个要做什么 所以我敢跟你说 日暑美战 美国现在我们再加了 十一月底要拿出来 这个拿出来 还有什么 停止选举 你美国检察官已经讲过了 台湾不是主权的国家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啊你在流亡政府用中华民国的宪法 叫我台湾人去选流亡政府的总统 莫名其妙 那你美国总统选举了 你为什么不要叫我去选 台湾什么时候交给中国啦 没有 啊你为什么会知道说 妈 有人在讲啦 他说 开罗宣言 讲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台湾要交给中华民国 有没有写这样子 有 啊现在为什么不交给中华民国 因为 我现在跟你讲的 你过去你昨天不听过 这也是美国的机密档案上面所写的 为什么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开罗宣言讲台湾要交给中华民国 为什么不交 啊为什么不交 知道原理你告诉我 因为中国违反诺言 因为当时1943年12月1号那个时候在签的时候 蒋介石同意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中国不会去侵略周边的国家 如果是这样 那他们就同意说把台湾来交给中华民国 其实占领不移转主权 他也没有资格把台湾交给中华民国 又更何况台湾要交给你中华民国 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国不会侵略周边的国家 那中国有没有侵略周边的国家 哪一个 对朝鲜 他什么时候侵略 1950年6月25号韩战爆发 韩战爆发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军进入南韩 所以美国在联合国提出控诉 中国也有提出控诉 我周恩来提出一个控诉说 美国侵略台湾霸占了 台湾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你去霸占 联合国怎么样表决 你去查记录 联合国表决在1950年的12月20号 到25号时间 让周恩来所派的伍修权九个代表 讲很长的时间 然后美国也讲很长的时间 因为美国讲说中国侵略韩国 结果呢 中国的表决没有过 美国的表决通过 联合国确定 中国侵略韩国 因为侵略韩国所以 就今天和平条约里面 没有把台湾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 我怎么知道 美国机密档案上面清清楚楚 就是这样 所以他讲什么 这个开罗宣言没有签字啦 怎么样啦 那个都不是理由啦 在西方国家握手代表承诺 当时中国美国英国三个元首 有没有握手 有 所以开罗宣言有没有效 有效 虽然违反占领不移转主权 但是是有效 可是为什么不执行 因为中国违反诺言 不轻易的诺言 有没有证据 有联合国表决通过 就这样 真正的理由就是这样 这台湾就好辩论啊 辩论啊 有人就说我就没签字啦 No 真正的理由不是这样 真正的理由是因为中国违反诺言 所以开罗宣言就没有被执行 很简单啊 就是这样啊 今天你只要把国际法搞清楚 什么问题你都会很清楚 而且什么问题你都能够按照国际法 全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每一件事情 你听我清楚 每一件事情都能用国际法战争法来解释 那用普通的国际法 有没有办法来解释台湾的地位 没有办法只有解释六成而已 所以当年李登辉花了九千万 请了欧洲的国际法专家九个 由谁主办蔡英文 那九个到台湾讲了以后啊 五个国际法专家讲说台湾没有主权 四个说台湾有主权 李登辉蔡英文不敢发表 这个谁告诉我的 是李登辉亲口告诉我的 所以他当时把这个问题交给我去研究的时候 他绝对没有想到说我会研究出来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为什么后来李登辉旁边的人有写一篇文章 他说啊 史料未几啊 就是他交给我啊 他当初都没有想到说我有办法 他没有给我九千万啊 他一块钱都没有给我 我早知道我会跟他讲 你要给我一点钱 没有给我钱啊 后来到美国 都是台湾还有我们这些干部啊 乐捐啊 其实你不要看我们啊 我们这个捐的 咱们讲已经捐的垃圾都淋的淋掉了 淋破掉了 所以对于民进党 对过去的党外的支持 在座的各位都跟我一样 我现在想一想很恨 我在念我是建宗毕业 马英九跟我同一届 那个家伙是用保送啊 我用考的呢 当时建宗录取九百位 假如九百位啦 边班变成二十四班 二十四个班啦 那奇怪呢 怎么算每一个班看看看看 都是差不多五十个人 二十四个班 一千两百人 其他的人都是为主走出来 你知道吗 我们念高中的时候 一顶坐下来一顶在问那边 哎 你考几分 哎 你考几分 大家都会讲嘛 对不对 奇怪啊 我的旁边跟前面那两个都点点 你考几分敢讲啊 你就讲嘛 你到底考几分啊 我们没有考 哎 没有考是什么意思 我们保送 保送 有保送 我怎么不知道有保送 因为我在我那时候初中的时候 也是第一支 以我的成绩我应该可以保送啊 我说 你怎么申请的 没有啊 保送 马英九也是摆保送啊 他们中国人对他们的招啊 都总是保送 所以马英九本身 他一年级的时候有三科不及格 数学四十八分不能补考 我讲话我负责 不肯补考他为什么没有留级 他的老爸 他那个老爸后来不是那个心脏病什么 那个死很难看的那种死法 的影响让他不用留级啦 后来他考上台大吗 No 他考上哪里 淡江 他是文科的 文组的 建宗二十四个班 没人在讨文祖啦 以前我那个时代 我们那个时代 成绩不好才念文组 其实我那时候很想念文组 可是我不敢啊 贾皇宫我不会念书啊 所以 我就只好念甲祖啊 要不要算很天才啊 马英九考上哪里 淡江啦 加分以后进入台大 台湾大学的法学院 所以你去查那个记录 台湾大学法学院 只有一个人没有考上律师 名字叫做马英九 还有一个后来他保送哈佛 他老爸用中国国民党的钱 让他去哈佛念书 结果哈佛很倒霉 也有一个人没有考上 美国的律师 名字叫做马英九 马英九的身份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上一次那个叫边那个是小事 讲了半天 古年 200 2008年在选举的时候 有没有 哦 民进党 哦 马英九有绿卡了 马英九有公民了 他不能选了 有没有 他没有叫了半天 谁去告了 谁去告了 只有一个人去告 我啦 我Royal你去告 我一告 美国的CI必须要从美国派飞机 因为我不去美国嘛 派飞机 到这里来跟我讲 Royal你不要再告了啦 我跟你讲他的真正身份 后来的那个 那个博瑞光啊 上个月好像讲一句话 他的马英九的身份 很复杂 有没有 没有人追究啊 复杂在哪里 身份那有复杂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那有复杂 你要不要知道原因 拍手我再告诉你 我跟你讲 马英九啊 他是有绿卡 然后坐车子 去多伦多加拿大 因为美国到多伦多啊 不用签证 他直接进去 进去以后 他用中华民国护照 离开多伦多 回来台湾啦 所以在法律上 马英九这个名字 还在美国啦 你知道吗 当时有一个人叫做李庆安 李庆安也是用这个奥波 他当了立法委员以后 他回去美国 马上去办公民啦 所以有一次在立法院 他把杨苏利说了 这个杨苏利要把他驱逐出境 开玩笑 这个台湾是我美国的占领地 你把我驱逐出境 他公布一个公民的那个号码 但是中华民国是厉害的 你公布他是美国公民以后 破罪说没罪啦 真的不用行啦 看垃圾整个这种行的 是中华民国的统治之下 台湾人如果去当中华民国的总统 各个都有事 陈水扁有事 李庆安也有事啦 就算你蔡英文当选 一定有事啦 因为陈水扁旁边那个位置空缺啦 再等蔡英文去 所有民进党做中华民国官员 大家都有事啦 我没跟你骗啦 他怎么会说我是占领者 你是被占领者 你来当我的总统 他怎么会同意呢 没有想 所以最好的方法拒绝选举嘛 波罗的海三小国 当时苏联去占领的时候 苏联帮他办了一个选举 波罗的海三小国 好像幾百万人而已 两三百万人而已 他们都懂得说不要去选 只有三成的人去选 所以国际社会 上个选举无效 所以他们民政府出来办选举百分之九十几去投票 我们来人来办我们会百分之一百来投票 为什么 我也要去那一包啊 你如果投票我给你一万块 你要来投吗 三个半年我也要去投 对不对 原住民住得比较远 走山路走很久两万块 那你不来吗 我不相信 不要说五千两万块两千块 你用走到背 我们怎么没有投票率一百分之一百 他现在要我随无法 什么赞票给他 我们还送他五十块 全世界没有 我跟美国说什么 怎么可能有这样 真的还假的 我真的还假的你去问啊 各位这一家家 你怎么停满是什么 外面都会要别的 开玩笑了 我讲是真的 所以你看看哦 自己本身的权益 被人家糟蹋 自己不会争取 这个台湾人 多好意 啊怎么会这样 因为日子班 台后有降伏了 那當時那六百萬 六百萬 才十幾萬你想想 六百萬的人口 殺了不要說十幾萬 十萬就好了 六十分之一 但是六十分之一 那個十萬他有家庭做的 因為以前的人都生很多 像我媽媽那邊生十一歲 所以每一個人影響都幾十個加在 那十萬人的影響 如果一個人對十個就一百萬 六百萬之一的臺灣人叫台 六百萬之一的臺灣人叫台 到現在大家都不敢說 我讀車的時候也是一樣 雖然我是念建築 我爸爸第一件事情跟我講 小孩子有耳朵就好了 沒有嘴巴 當時我聽到這種話的時候我聽不懂 我跟各位一樣 偉大的講功 在建築念書的時候 他生日我們就很辛苦 要去排制 要去總統府的頭前 留守就很不得 頭頭 竟然叫我們去拜 台灣人 哭了 所以我到今天為止 因為那個中正堂我沒有去過 我真的一次都沒有去過 每一次什麼音樂會在那裡 我一聽 我到今天我沒有去過 民政府這情我如果沒有告到我才隨著你 當然講到沒有菜 把我放一個銅箱圈 另外下廁所 我真的這樣做我沒有騙你 但是現在不敢說 可惡 我覺得很可惡 臺灣人 臺不知道 所以禮禮辦那裡 我覺得 現在有很多事情 我現在都減肥不敢說 為什麼不減 美國會怕 美國想說 夭壽 我如果回到台灣 要賠你這麼多錢 減肥都不敢說 先跟印去不敢說 先用冠箱打給我 要打冠箱不太簡單 國家免訴 還好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國家 我要訴訟 所以我們民政府 不是代表我 所有我們這些學員都是一份子 我代表大家 我們代表大家去告中華民國 當然如果有事情我個人承擔 那有一天很榮耀的時候 大家都做會來疆羞 這是以上帝的名 幫你保證說我一定會這樣做 這個打打就有力了 好 我們今天的時間 到這裡 我超過五分鐘 對不起 樓下有點心 今天到這裡 因為明天很辛苦 明天是早上七點鐘吃早餐 八點鐘開始上課 上到晚上十點 很辛苦 但是很值得 謝謝各位 謝謝 加工 立正 下来 下来 下来